在铁路沿线的电线杆旁 经常能看到悬挂于半空的一串串铁饼 像极了健身房里的杠铃片 那么这组铁饼到底是什么呢 挂在这里干嘛用的 众所周知 健身房里的杠铃主要通过配重片的增加或减少 来进行重量的调节 而铁路沿线这个形式杠铃片的铁饼 其实也是为了配重而设计的 学名叫做接触网配重坠驼 除了铁制的它还有钢筋混凝土材料和复合型材料制成的 列车在行驶时主要依靠车顶的受电弓 与接触网的接触来获得电力 但由于电线直接暴露在空气中 易受热胀冷缩的影响 如果直接固定在电线杆上 那么受热时电线松弛 受电弓为了保持与电线的连接 会努力向上延伸 这样一来 束电弓就很容易与电线杆发生交叉碰撞 于是人们就想到用配重块来调整电线的长短 在配上可以移动的滑块 使接触网的电线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紧绷的状态 但是当线路间隔较长时 即使有配重块 电线也会在中间自然下垂 这时又该怎么办呢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多设立几根电线杆 并且在电线的上端 加装成立锁 简单来说 就是再增加一条电线 然后中间用吊弦相连 它不仅能将接触线悬挂起来保持平直 还能让电流从中经过 减少牵引网阻抗 降低电压的损耗和能耗 但由于成立锁也会受热胀冷缩影响 所以就通过滑轮与坠连在一起 让配重块一统调节 最后在高压线的输电线上 也存在一些圆形的块状物体 它们也是用来配重的吗 虽然形状有些相似 但高压线与接触线不同 它不需要与受电工接触 更多是对安全方面的考虑 也就是绝缘 所以这些物体又叫绝缘子 因为高压线在输送过程中 要经过塔架 塔架与地面接触 如果不做绝缘处理的话 电流回地 很容易造成事故 为保证安全 就必须在导线与接地构建之间 设置绝缘物体 并且还要因电压的不同 设置不同数量的绝缘子 像10千伏的电压 一般需要1到2片绝缘子 35千伏需要3到5片 110千伏为7片 220千伏则是14到16片 即电压越高 所需的绝缘子数量也就越多 我们下期再见